我是吴若全 台湾在逐步的迈向高龄化的社会 但其实这些高龄长辈 也是在台湾经济发展当中 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甚至他们本身有一些储蓄跟理财 需要跟银行来做一些联络跟打交道 那么身为银行这样的业者 在整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提供这一些银法族或高龄长辈 在银行的理财接触的服务当中 去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北复营资深副总经理 吴亦玲来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样打造高龄友善的乐龄环境 我们先请吴副总经理来跟大家打招呼 您好 大家好若全老师好 您好这个还是资深副总 这个在银行界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好那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叫做金安全 其实就有一点套台湾话金安全的意思 对不对 那你们在高龄化的社会环境当中 是不是有特别想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银行在这个角色上主要扮演的 它可以分为两个角色 第一个是开源 第二个是节流 那在开源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我们银行比较好的金融商品 为客人去创造一些财富 那节流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也要尽一个责任 就是我们帮客人保护他的资产 然后让他的资产能够能保全 那在高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会进入高龄的时候 那在进入高龄以后呢 一方面我们在承受风险 也就是开源这方面的能力和需求上面 其实会比年轻的时候来的低 那我们多半呢 我们是比较依赖这个被动收入或者是积蓄 希望的也是说这个资产能够保持稳定 不希望说他的风险很高啊 波动性很大这样 那第二个方面呢 其实在高龄的客户呢 他对于新资讯的接受速度 可能会比较慢一些 那譬如说现在主要的资讯 可能是来自于网路 那有一些高龄长辈 他可能不习惯随时去滑手机啊 看讯息啊 所以有一些讯息的公布 可能他知道的时间点呢 就相较于这些年轻人 每天都在接受的时间点 会相对落后一些 那对于这些 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一些风险 譬如说像我们看到很多啊 这个投资诈骗啊 这个什么高龄诈骗这些 这些风险了解的程度 也许会不够 或是有一些新的产品 新的眼镜 那他的设计上 这些东西的了解 可能会稍微慢一些 对这两个事情加起来呢 让这些高龄的长者 他在面对跟金钱相关的议题的 脆弱度会稍微高一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银行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角色一方面 我们希望保护这些高龄的客户呢 他去免于承担这些不必要的风险 而且可以获得他想要希望的 这些稳定啊 合理的这一些资产的报酬 那同时间呢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会主动的帮他们去 拦阻一些诈骗 不要让他们一切之间失去老本 像我们看到我们在银行这边 非常多的例子哦 这个诈骗真的是很长久 而且骗这些高龄长者 那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那同时间 这个也是一个 就有比较利益社会的角色 因为如果说这个社会 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社会 那高龄者没有好好的被善待 被保护的话 我想这会造成一些 比较严重一些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们听起来 就是在担任的角色上面 有开源跟节流 就是帮助我们的长辈朋友们 他能够创造更多的被动收入出来 或把他们的积蓄 能够做更好的运用 那么节流就是 防止他们 就是把钱花得太快 花光或做了一些 错误的投资 或者是因为这个诈骗的关系 因此让他们大损荷包 那在营养能够扮演的角色上面 刚才呢 吴副总经理也特别提到说 在网路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 电子化的服务上面 日新月异 那么也许有一些长辈朋友们 他也不太知道 怎么去操作这些东西 所以营养也会尽量 在设定这些友善的界面 让我们营发长辈呢 他既能够安全的使用 那另外也能够更容易的 去使用银行的一些服务 没有错 没有错 像我们在这个手机上面呢 也许我们就有设计一些 可以把肢体放大啦 然后比较简易的 去操作的方式 那让长辈呢 都可以在这上面 可以比较容易去操作 那比较简单 那他们需要的这些 平常习惯用的这些功能呢 也能够很快就被他们找到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诈骗 我们常在新闻的画面上面 就会看到有一些 草莓朋友们 到了银行要去领钱 大笔的资金 那行员就经过关心跟询问之后 发现他好像被诈骗的机会相当高 就会主动跟警员来做联系 那有时候当然是会先 给长辈一些劝导啦 但有一些长辈 其实他就很质疑 要把钱这个汇出去 像类似这样的新闻画面 我们经常在电视媒体当中看到 所以想请教 吴资深副总经理啊 是不是平常对行员 都有做这方面的训练 让他们 他们就可以判断出来说 有没有可能是跟诈骗相关吗 这个的确是 因为我们的行员 因为这个诈骗拦阻 因为诈骗他必须要有金流 所以其实金流到银行是最后一关 一定要来银行 那我们的行员 其实我们平常啊 都有经过一些训练 然后他们了解到说 是什么样的状况 可能是一个诈骗的状况 所以事实上 行员是相当有经验的 那不要说是别的客户了 比如说我们家里 我的长辈 事实上也遭遇过这样的情形 那就是到了 被这个诈骗 然后去银行去领款 然后被这个行员发现 那行员通常是金流 怎么样来发现呢 通常金流 这个他在领钱的这一些 可能一些样态啊 可能比较紧张啊 或是他说话啊 可能感觉被控制 那我们行员会 过去的判断 根据我们的训练 去知道说 他也许 也许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那经有一些问题 来去判断 那我们也在分行里面 都会连线我们这个警察机构 那警察机构就会到这边来帮助我们 然后一起跟 帮我们的长辈去做一些了解 那如果真的发现说 情况其实是不太对的 那他就会去劝说 然后以去阻挡说 这一些前辈 这个诈骗集团去骗走 我们过去两年 大概在这样的拦阻上面 也有拦阻大概在一两亿的金额 其实相当是相当的庞大 哇 一两亿的金额 好 我之所以特别请教 是因为 我有时候去银行的柜台处理一些事物 我就觉得说 哇 这些银行的行员 真的是训练的很好 因为他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是用很轻松聊天的 他们不会很紧张的去跟你讲说 你可能被诈骗 他就会先问说 阿姨 这个钱是 什么急用吗 怎么突然间这么大的金额等等 就是一种聊天的方式 来引导可能被诈骗的民众 可以说出自己遭遇的状况 也协助他们提高警觉 甚至能够在柜台就当机立断 避免他们遭受诈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没错 没错 因为这个银行真的是把最后一关 因为这个金额 它一定会最后 不管要领款要汇钱 那都是在银行面会做最后一关 所以我觉得银行 其实它扮演的一个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 我们有时候当然也会有像老师说的说 有些人他觉得他就不是被诈骗 那我们可能去 好像去误会他了 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就会发现 这其实真的中间有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上面 能够经到一些我们的责任 然后让这个 这个长辈他们的金钱 能够去保全 那其实长辈们这些金钱 都是他们的老本 那一定是需要好好的被保护 我不能这样随便便就被这个诈骗集团 这样子去骗走 是谢谢 那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聊 我是吴若泉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台湾是越来越迈向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在这个眼镜的过程当中 也要注意我们长辈朋友 首领的朋友 在理财 在做自己财产的规划上面 能够更友善更安全 打造一个金安全 金安全的友善乐龄环境 好 我们特别来请教台北富邦银行 吴亦林资深副总经理 在银行面上面是怎么做的 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就是要留意长辈的开源跟节流 还有使用这些手机各方面的一些安全 跟它的简便性 也要防止被诈骗集团诈骗 好 那么针对所谓的更积极的作为 可以提供长辈什么样的服务呢 银行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那第一个我想我们谈谈看这个高龄保护措施 那我想大家有跟银行接触过 应该有听过这个所谓KYC这个词 那什么叫KYC呢 它是三个英文字 就是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客户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金融商品它的基本特性 它是风险跟报酬其实是对等的 也就是说这个比较高报酬的商品 那通常它伴随的风险相对比较高 那什么叫做KYC 认识你的客户就是我们银行这个从业人员呢 都需要去认识客户的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 就是我们到底能够承受多高的风险 那了解这个能力以后呢 我们才能了解说 那这个每个客人他适合怎么样的产品 那我们就推荐给他 那避免有些销售这个风险不适宜 他觉得这个风险跟他不相配的商品 那以后造成一些可能他的财产的损失 那这个KYC呢是不分年龄的 那毕竟每一个人对财务风险的承受能力呢 是不太一样的 那受到他个人过去的经验啦 偏好啦 这个他自己的资产状况 这个很多因素的影响 其实不是只有跟年龄相关 可是那我们对高龄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呢 对高龄客户这边 我们会多去观察比较多的面向 那面向 譬如说像我们讲认知能力好了 就是譬如说 这客户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在短时间针对同一个问题 他会不断的重复去提问 或是在对话中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客户是不是把行员当做其他某个角色 那我们的对话其实有一点对不太起来 可能是有一些认知上面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或者是说 这个客户的阅读能力是不是比较不够 就是说我们这些产品啊 都有很多的这个合约啊 或是一些资料 那是不是他在这个上面 我们跟他讲的时候 他反应是比较慢的 那会对行员呢 就跟他说明的这些产品内容呢 他比较没有办法理解 那了解这些做什么呢 因为针对这一些我们的发现啊 我们就会对这些面向呢 适当的去调整 不管是我们的业务流程 就是我们跟他签一些合约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放慢一点速度讲啊 然后是把字 拿一些工具再让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同时间呢 我们也会更加谨慎的去选择这个适合的产品 那避免说 当他这个产品他其实还没有非常了解 那销售到不适合的产品可以高领客户 那我们会比较谨慎 然后比较更积极的去保护这个客户这个资产的安全 这也是比较长期的服务观点 如果短期要把东西推销出去 卖出去就最好了 但是如果这个会造成长辈朋友 在风险上面的损失的话 就算你当场做成了一笔生意 可是事后可能会失去了消费者对你的信任 所以更要有一个长期的观点 那我们在服务者长辈 从刚才吴之珍附荣经理跟我们的分享 就觉得有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就是所谓 他们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 这个真的是每个长辈他所处的环境 花过去担任的职业类别等等 都每个人真的是因人而异 对于某些财富规模的人 可能哇这个十万块就是一笔很大的金额 但对另外一群长辈朋友 可能他就还好 所以每个人的风险的承担能力是不太一样 那第二个就诚如您刚才说的 每个人的健康状况生理的条件各方面 有些是视力不好 有些是听力不好 有些可能他已经在这个智力的退化上面 是特别需要来协助的 也透过这个观念 让所有在从事这方面服务的朋友 可以特别的留意 才能够在台湾整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 提供更好的服务 也保障这些长辈朋友 他们的基本的需求跟权益 那么除了标准的 你刚才讲到的KYC 就是Know Your Customers 了解你的客户这些流程 那么加上现场的观察之外 银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做法 从制度或者是政策上面 来保护高龄的客户呢 这是一定要的 那我们在这个商品的销售流程上 我们的确会透过这个一些制度 去加强对这个高龄客户的关怀跟保护 那包括什么呢 譬如说我们在这个理财商品的销售过程中 跟销售后 那我们都会有一些录音 或是电房的流程 那主要是要去确认说 这个销售人员是不是确实 向客户解说的这个商品跟风险 那以及客户是不是真的完全了解 这些高龄朋友 是不是真的完全了解这个产品 那而且我们也会加强对高龄客户的关怀 强化高龄客户的权益保护 那这个是一部分 那另外呢 譬如说如果有些高龄的长辈 他们需要做一些受信 像房贷部分的这些产品 那在这些我们所谓的对保流程里面 那我们的客户可以采用 见证人跟代言人的方式办理 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这个比较客观的第三人 去协助这些长辈朋友们 去理解这些产品 然后去判断这些需求 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银行其实在这个奖励制度的设计上 对于一些高龄客户的这些 有一些产品的销售 我们其实是不计入这个销售人员的绩效的 那这样子 对对这样子可以避免就是说 这些理专或是销售人员 为了这些业绩跟奖金 那对于这些高龄客户进行这些 比较不适当的销售 哇这个很贴心的制度上面的设计 那这个高龄有就是有设定一个年纪吗 数字上面 我们其实在今晚会的这个这个指引里面 我们是设定这个65岁以上 我们就会是符合我们这个高龄客户的这个规范 所以身为第一线的理专朋友们 一看到这个身份证或客户的资料 知道他超过65岁 其实就是真的是真心服务 其实不是想要赚你的任何的业绩的奖金 所以高龄朋友也可以更加的放心 来接受这些友善的服务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全 今天请到北复营资深副总经理 吴亦领来跟我们聊聊 现在的金融界怎么样为了高龄化的台湾社会 来打造金安全金安全的友善乐龄的环境 我特别特别认同刚刚吴资深副总经理提到 奖励制度上面的设计 让我们理专呢在服务长辈朋友的时候 这大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客户 而没有特别是想要去得到什么样奖金的奖励 那当然银行的行员 其实对于银行行员的操守的要求都很高 让跟银行往来的人会觉得很放心 可是呢不但在别的行业里面 或是在一般你看这些零售 网络购物 这些诈骗真的是非常的猖獗 那么长辈朋友有时候真的他的生活圈 也许没有那么多元跟复杂 再加上生理上面的一些特性 他的判断能力可能就不是那么高 为了长辈不要被诈骗成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那么银行在这个部分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保护呢 好那根据这个警政署的统计 那个这五年来诈骗案件在65岁以上 我们刚刚讲的是高龄以上的这个客户的受害人 每年都在增加 那我们看2021年的这个诈欺案件中 这个65岁以上的受害人数超过3700人 那跟五年前相较呢 其实增加了近55% 那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诈骗的目的 最后就是希望他拿到受害者的钱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金流的产生 在银行的角色上 我们就是负责这个金流的部分 所以这个角色其实很关键 我们是在这个金流的最后一道 我们去抵挡这个诈骗的发生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银行要做的第一关 我们在第一线 我们希望能够拦阻诈骗的发生 那我们台北富邦银行会透过全面的 这个警民防诈合作 跟这个防诈的培训 建立这个所谓的阻诈防线 那我们的行员都变成了 这个阻止诈骗的这个达人 那过去三年呢 我们总计拦阻的诈骗 差了两亿元的台币 那同时间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也积极的跟政府单位合作 去建立这个防诈的机制 来保护客户的财产安全 那在内部呢 我们做什么呢 那我们是在我们的银行内部 成立这个专责的金融安全的部门 那我们在2018年 我们就成立一个 我们银行里面有个金融安全部 对对对 那金融安全部是目前在银行业界 唯一设置有专责部门的 专责金融安全的部门 那主要负责什么呢 我们主要负责反喜前 反诈期 跟李专为师这些调查 那也跟着这个 很多的政府机构 跟这个警察机构合作 看看说什么样的样态 那它是比较是诈骗的样态 那我们再回来训练我们的这个行员 更加去了解 可以更加去拦阻这个诈骗的答案 是是因为这个诈骗的技巧 真的一直在翻新 对不对 所以如果能够一直去更新这样的状态 让我们分行的前线的同仁 就更有这个敏捷的反应是吗 是那同时我们其实也透过一些数据的方式 我们跟警察单位也透过一些数据 就是他能让我们知道说 哪一些样态在哪些数据上面 这些分析 然后这个是比较是倾向于诈骗的样态 那所以我们在拦截上面 我们其实就会更精准 然后又会有比较有效果 那同时间我们每个月也会发布 这个金融诈骗的太阳快报 那就是涵盖这个近期常变的诈骗手法 社会新闻 让这个分行前线统人 都能够及时掌握这些讯息 那碰到状况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去反应 那同时我们也每一季也都举办 这个金融安全的会议 那讨论一下说因应诈骗案件 我们需要采行的相关的这个防护的手段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推广这个防诈教育 那我们的官网上面 设置了一个反诈器的专区 那这个专区会分享这个近期的诈骗手法 那同时我们的官网上也有一个专区 叫乐林专区 那乐林专区里面也会有一些互动的这些教学影片 而且我们还有用这个国胎语双声道 对对对 能够让长辈们如何去防诈反诈 那这个推述后其实效果非常好 因为它里面其实内容很生动 这样详细 而且国胎语都有 那长辈们都可以很理解 所以可以鼓励家里有长辈朋友的上班族 或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到北复营的官网 来看反诈器专区里面的这一些影片 以免这个家里的老人家接到这些电话 有时候他真的一心急 就跑去汇款 造成很多财产的损失 那么刚才听到吴资深副总经理 跟我们的归纳整理 在银行界做的第一关就是拦阻诈骗的发生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阻诈就是第一层 去成立一个专责的金融安全机构 那么第二层就是强化前线同仁的拦阻能力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推广这个防诈的教育 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 也不只是老年人 你看我们很多的新闻报道 都发现很多年轻人 甚至是高级的知识分子 白领阶级的朋友 自己可能都觉得自己应该是不会受骗上当 但一样会掉进这些诈骗的圈套里面 是不是请吴资深副总经理 在这里来叫我们一些秘诀提醒大家留意 好的 我想我们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口诀 我们内部常常在说的 就是叫做三步二要 那三步是哪三步呢 那第一个步就是 我们不依照陌生人指示的约定账号 操作网银跟ATM 大家都常在说 就是离开网银离开ATM 这个就是防止很多的诈骗情况的发生 第二个步是什么呢 就是不将存责硬件提款卡 等个人资料交付给其他人 只要这个资料呢 都是这个能够在金流上去产生效果的 比如可以把钱领出来啊 可以转账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不把存责硬件提款卡交给其他人 同时现在这个 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网络常会有个叫做 密码认证 叫做OTP 就一次密码认证 这个密码也不可以交给其他人 第三个步呢 是不扫描 不点击 不明的连结 那很多诈骗呢 都是用这个连结 像现在很多简讯的连结 来去做诈骗 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扫描 不点击 就不会碰到这个诈骗 所以这是三步嘛 对这是三步 那另外什么叫做二要呢 那如果真的碰到了一些 诈骗的状况 要安心的记住处理的两个步骤 那什么哪两个步骤呢 第一个 我们先拨打这个警政署的 反诈骗专线165 来报案 第二个 我们要拨打这个银行客服专线 进行确认 确认说 这个来的电话 是不是真的是从银行来的 避免被诈骗 是 最好呢 就要到银行的官网 来查银行真正的电话 不要看你手机上面 就直接回播 因为其实诈骗 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 我们先提醒到这边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泉 今天请到北复营资深副总经理吴逸玲 来跟我们聊一聊新的银行界 是怎么样积极热情 而且真心服务的来打造 精安全 精安全的友善乐灵环境 好 刚才吴资深副总经理呢 特别教我们口诀哦 就是三不两要 第一个就是 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 约定账号 操作网银跟ATM 第二个就是 不要将你的存折 硬件提款卡 个人这些重要的资料 交付给其他人 这其他人不只是陌生人 我觉得就算你有认识的人 你也不要交付给他们 因为真的人心难测 而且搞不好 他也是被骗的嘛 他不一定是真的要害你了 但这个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第三个就是 不要扫描 点击不明的连结 尤其现在手机上面 有好多这种 来路不明的 一页式的网页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好 那么二 我们刚刚讲说 三不二要 那第二层的二要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真的已经被诈骗了 要记得 安心处理的两步骤 一个就是要 拨打警政署的翻 诈骗专线去查一查 然后就165来报案了 那么第二个就拨打正确的银行的客服专线 你不要是歹徒提供给你的 你都要上这个银行的官网来查一查 避免被诈骗了 好这边聊一个小故事了 就是我有一个以前的同事 在电脑业工作的同事 其实你看他也是很聪明 高知识分子 高教育程度 可他就差点被诈骗 而且他被诈骗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听他讲电话 那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诈骗都是超级心理学 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旁边听人就觉得 这是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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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接电话的人 他就一步一步掉入他的陷阱里面 我大概描述一下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商场买东西 可能各自有被泄漏或怎么样 因为现在歹徒真的是很厉害 他就说某某先生 你是不是上个礼拜 去哪里买了什么东西 那我们发现我们结账出 我现在要退钱给你 一般人一听到说要退钱 都觉得说那好 反正他结账之后 他就会退钱给我 那接下来就要提供他一些什么资讯 然后他还说 为了跟您道歉 我们公司决定就要送给你 7-11的礼券 就是只有几百块礼券 你知道也会都觉得说 很棒啊 对不对 然后他就根据他这样一步一步 就踏入那个陷阱 我在旁边一直拉他的手 说这是诈骗 这是诈骗 他都不相信 一直到最后已经都要去操作了 他才醒过来说 真的这好像不太对劲 就打电话去查询 就发现真的是一场骗局 所以刚才我们吴资深副总经理 提供给我们的三不两要 真的很好记 请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好那另外 其实很多民众都用手机来做金融交易 那有些长辈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去分行 一方面他们可能对于手机的操作 没有那么熟悉 二方面就是跟人面对面的互动 就是会让这些长辈朋友觉得比较温暖 那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 银行针对这些高龄的长者 在服务上面有没有做一些特别贴心的安排呢 的确哦 这个根据我们的经验 长辈的确很喜欢来这个我们北复营的分行 亲自来申办业务 那不见得是因为他们不熟悉网路 有些长辈也是蛮蛮蛮蛮熟悉这个网路的操作 但是就像刚刚您提的 就是长辈来到分行就觉得很温暖 可以跟人互动 那来到这个分行 好像认识很多我们这个分行的同仁 那大家都会很热情的招呼 来这边喝茶 看看报纸 然后聊聊天 所以长辈是很喜欢来的 那我们也是很开心 能够他们可以跟他们多互动 多去聊一聊 那所以为了照顾这些高龄长辈的需求 那我们北复营不论是在线下的实体分行 或是线上服务 那都有特别为长辈做一些规划 那像什么呢 那第一个像是我们的总共在全台湾 我们有135家的这个分行 那我们在分行都有设计一个叫做 勒林专柜 那什么叫勒林专柜 像我们高龄客户来分行 其实不用抽号码牌的 那行员会主动直接引导长辈 到这个旁边的勒林专柜 直接就就做办理业务 那我们有一些分行 其实它是有上下两层楼的 那这个勒林专柜都会设在一楼 那也避免长辈这个走动的 这个比较不方便 那这个免抽号码牌呢 也可以缩短这个我们的等候时间 然后让长辈可以坐着比较舒服啊 他去接受这个服务 那不会说站久了觉得很累 也不用等太久 觉得哎呀在这边可能 办一个这个业务又要办得很久 所以这个勒林专柜事实上是非常受到 这个很多我们的长辈的客户的欢迎 那除了这个勒林专柜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勒林的专线电话 那有一些高龄的客户呢 他也是偏好说有事 他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问 同样的我们也是想说 不要让这个长辈客户等得太久 所以我们设有这个两条 24小时服务的这个勒林专线 那长辈朋友只要拨打这个勒林的专线呢 我们可以直接接通我们的客服人员 不用这样一层一层的语音啊转接 那考虑到这些长辈 他们可能有些需求 比如说需要讲的稍微清楚一点 慢一点 比较细腻的服务 或是有一些台语啊这些需求 所以我们勒林专线呢 会比较由我们这个资深的客服去接听 而且他兼具这个国台语双声道 最适合服务 公呆一买一通这样 那如果是惯用这个客家语 或是其他服务长辈呢 那我们会转由我们内部有这个 可以熟悉客家语的专门人员提供服务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希望提供 准备他们一个比较适当 而且比较舒服 比较快速 方便的服务 所以在这个实体上面就是有分行的勒林专柜 那么也有勒林的专线电话 那么在线上也有勒林的专区是吗 是没有错 那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长辈被诈骗的比例比较逐年的攀升 所以为了让他们比较能够了解这个诈骗案件 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金融体验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除了设置这个反诈骑的专区 那另外我们也设置了所谓勒林的专区 那勒林专区主要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就会去看看说 我们过去65岁以上的这些高龄客户 在金融服务上 第一个他们可能有哪一些的需求 比如说有一些资讯他们需要获取 或是有一些产品呢 是可能跟高龄长辈比较相关的 那或者是他们一些生活的需求 那整合这些防诈骗的知识 那一些理财的风险 或是说这些比较跟长辈相关的一些产品 像信托产品的服务这些咨询 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 比较轻松活泼 贴近生活的一些方式 拍摄一些简单的短片 去让高龄长辈更加了解这些 包括这些投资理财的风险 然后我们可能不要把这些相关的 这些存折硬件交给别人 包含刚刚主持人有说到 其实这个别人也包含 比如说他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理专 其实我们也不把这个存折硬件 放在银行这边 这些相关的说明 还有一些老年以后的这些金融服务 我们都在这边用一些系列的短片来做说明 那无论是说高龄长辈呢 或是长辈身边的照护者或是说即将退休的民众 其实也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热灵站去来看 其实可以从里面都可以获得一些很有用的资讯 好听完吴资森副总经理给我们的分享 我们就知道打造金融安全跟友善的热灵环境 真的是一条很值得我们继续走下去的路 我们也很庆幸看到台湾的金融业 包括台北富邦银行在友善乐灵做了这么多的设计 相信在高龄社会要来临之际 我们的金融业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让长辈还有包括未来的自己 都能够安心的享受金融的服务 在金安全的环境里面远离长辈的金魂祭 这个金是双关语 包括金融也包括金项 我们能够远离这些陷阱 持续创造美好的生活 非常谢谢吴资森副总经理吴亦玲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